当我们每次在坐禅的时候 功夫与境界的体验 有时候会快些 有时候会慢些 例如我们很久没有坐 就会忘了他 那就需重新再来 但是假使我们天天都在坐他 就能很容易 很快地进入功夫的模式 功夫模式进入以后 他的境界就产生了 你一定要懂得在属席的过程 十方动吻是不能忽略的 有了十方动吻 属席方能有官的能量 如果能这样去练习属席官 你会发觉你有够忙的 妄想怎么进得来呢 妄想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空间可以进来 真正认真打坐的人 是不可能有时间打妄想的 有人打坐专门在处理 妄想的问题 那其实是错误的方法 要让妄想没有空间进来 像你现在认真在属席 耳朵有冷气低频的声音 还有一个高频的声音 再加上远方海浪声 你的心思够忙的了 妄想怎么进得来呢 当妄想进来的时候 一定是你忘了三种声音 忘了十方动文 只是在数一 二 忘了官 这样没有多久 一定就会胡思乱想了 但是 你假使能够用属席官 来达到十方动文 这个境界 妄想是没有空间 可以进来的 所以 根本不用担心 打坐会有什么 妄想的问题 只要倾听 三种声音的习惯养成了 那么 你随时都可以进入 打坐属席官的心境 把属席改成开始念佛 也是一样 你只要念一转 把它转成佛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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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四字 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三种声音 捉到了 你就能够 气入十方动文 阿弥陀佛 佛号 所以说 现在你在跟人家 对话 或者正在吃饭 依然可以 默念佛号 当你能一边念 阿弥陀佛 一边吃饭 而三种声音 依然在 那么 这个时候就有功夫了 所以禅 不是坐着才是禅 行住坐卧 都是禅 要跟人家 谈一点事情 这个时候 启动你的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在末年时 对方在跟你讲什么话 你一样可以听得到 听得到 是因为在你念佛的过程 细住十方动文 并养成一种习惯 但是时 十方动文的部分 可以稍微让它淡化 然后 听听对方讲什么 只要佛号不断 就不会被迷惑 你对任何事情 也会比较透彻 当你能够做到这一步 就叫境界 在跟你聊天 谈话的过程 别人会感觉到 你的真诚 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 那就是你的境界 假使没有禅的功夫 那么你一跟人家聊天 看到它的表情 听到它的声音 马上就被转化 随着它的声音 色向奔跑 如此 你的生活境界就不高 很容易被对方激怒 也很容易因对方的褒奖 而喜悦 这个时候 你是活在别人的空间里面 禅的功能 就是要让我们有 自我觉醒的能力 而这样的生活境界 即是禅行者的 关照智慧 生活中 应该养成禅的力量 禅的力量 可以让你不会受到 外在声色 气场的障碍 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气场 为什么去到总统府里面 你有时会稍微紧张 因为 那是一个气场 为什么去别人家 你有时会稍微的感觉 不自在 因为 那也是一个气场 你最自在的地方 就是在自己的家里 而别人家里 而别人去你的家里 他却会稍微警觉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家里有气场 你的气场 假使够够强 就不会受到对方气场的影响 就不会受到对方气场的影响 你的气场 假使比他弱 就会受到影响 气场 气场就是生活 就是境界 当你太容易 当你太容易受到人家的声音跟色相 所激怒 是因为你的气场太弱 没有任何的定力 对方的声色 可以影响你的喜怒哀乐 是你自己忽略了自己气场的存在 定力的本能 奢去自己的主人翁 忘记你是一个禅修者 忘了你要念佛 忘了你在修属习惯 当你将禅 运作在生活的时候 它是会产生一种气场 一种力量 一种定力的 在学习禅的过程 这其实也是生活上经常会应用到的功夫 以及会产生的一种禅的境界 禅从方法到功夫 它必入境界 我身旅的臣座 就是过来的